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我是张文亮 欢迎来上圣经的Room Teaching 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 受伤的心 我所用的圣经节是圣经的马太福音 第五章的第三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 让我来分享 非常有名主耶稣的登山宝训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三节 我从第一节念下来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 既已坐下门徒到祂的跟前 祂就开口教训他们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讲的是这一句 虚心的人有福的 这个英文的poor or hot 虚心不是什么中国的虚怀弱骨 不是是那个贫穷的心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主耶稣给我们的祝福 在登山宝信记录 非常的清楚 后面还有一系列的讲 主耶稣给我们的祝福 是一种翻转 一种翻转 理论上讲起来 如果心里贫穷应该就是咒诅 心里贫穷就是黑暗 心里贫穷就是软弱 主耶稣说不是 心里贫穷是一个祝福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祝福 是一种彻底的翻转 完全不同的翻转 使心里贫穷的人知道 我们的贫穷的心理 我们心里感到贫穷 心里感到贫穷 那不是个咒诅 那是一种天国式的安慰 是一种天国式安慰的领导 我们心里的痛苦 心里的哭声 不是没有意义的一种杂音 没有意义的一种杂讯 而是天国的眷顾 是领导 我们心里的苦闷 不是一种 我们的心里留在一种 找不到出路的瓶子里面 而是天国 主耶稣那时候 那是一种 那是一个天国的领导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天国是他们的 天国就领导他们身上 天国就领导 那个心里痛苦人 心里受伤人的 所以天国是他们的 我们心里的失望 也不是每天在重复一种 重复一种痛苦的音调 我们心里的失望 不是每天都重复一种 痛苦的音调 而是有着天国的旋律 所以我们在心里难过的时候 主耶稣要我们注意的 不是只有心里的难过 而是天国的领导 天国不是说 我们死了以后才去的地方 天国是一个主掌权的地方 天国不是一个说 我要安息以后 我在那边去想 去以主同在的地方 主耶稣没有这样讲 主耶稣在讲的时候 他是说 悉心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心里贫穷是现在的一个 现在事 所以天国是他们的 那也是现在事 主耶稣没有说 你现在心里贫穷 以后你到天国去 那天国是你的 主耶稣没有这样讲 主耶稣所讲的是 他真的是 悉心人有福的 天国是他们的 我相信这个背后 有三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 主耶稣的祝福 是一种彻底的翻转 翻转世界上的价值观 翻转世界上的判断 翻转世界上的知识 翻转世界上的哲学 他全部给你翻转 他说心里贫穷 天国就是你的 第二个 主耶稣在告诉我们 其实天国是个现在事 就临到你的身上 天国是一个现在事 是临到你的身上 所以我们心里的苦读 不是激进在 学问知识 敬虔道德的 的栏杆里面 No 是一个天国的释放 因为天国就是你的 是现在事 所以第一个 主耶稣给我们的祝福 安慰 绝对是一个翻转 第二个 那个安慰是 现在事 你说 我难过的时候 我感觉不到 天国的领导 是的 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也是 我去年的这一天 是我的医生告诉我说 你其实要走了 你其实要走 他要死了 就是这一天 就是这个时候 哇 圣经里面有三个字 我在这个时候才体会到 叫做流泪谷 流泪的 三谷 流泪谷 我们这次经过流泪谷 什么叫谷 谷就是一个漫长 很漫长的地方 很漫长的时间 很漫长的一个距离 你就在那边走 流泪谷 经过流泪谷 所以第三点 神祢在告诉我们 主耶稣在告诉我们 悉心人有福的 天国是他们的 这是个天国的宪章 天国的宪章 天国的真理 所以成为上帝的恶利 不是只有心理难过 天国是临到这个地方 主耶稣这样讲 他一定有个前提 他知道什么叫做心理难过 他一定能够分辨 什么叫做心理难过 不然他在天国宪章的 开张名义 哇这个很重要 这个登山宝信的 开张名义 第一节 他就讲 悉心人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是第一个 开张名义 他在讲的 那可能是这个 主耶稣他真的知道 他来 是天国的领导 他来 不是叫我们只注意到 我们的难过 其实天国会领导的 我要讲这个前提 因为第五章的第一节是 耶稣看见许多的人 就上了山 既已坐下 门徒到他的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当时一定有很多人去听主耶稣的讲道 其实主耶稣的讲道 他可以利用 哇人这么多立刻跟你们讲说 我们产生一个什么行动 耶稣没有 哇人这么多 因此证明我的事用是成功的 耶稣没有 哇因为人这么多证明天父愿纳我的事奉 耶稣没有 耶稣没有对许多人说 明明当时有许多人围绕着他 耶稣是说人的心里怎么样 他可能只对他很多人 里面的一个人在讲 他可能知道说 以后的世代里面 还有一个人 愿意围绕着主耶稣 但是他要听的话 是这一句话 悉心人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哇 主耶稣的信免 主耶稣的欠免 主耶稣给的那个应许 那是完全是超乎时空的 明明是许多人围绕着他 耶稣没有讲多数人的需要 耶稣没有讲多数人应该怎么样 没有没有没有 耶稣没有这样讲 完全都没有 他的事奉 远远的超过人数的数目 远远的超过那个人数的永迹 我会等到愿见 在网路上的新闻里面 常常都在报导 目前的政治人物的 知识力有多高 好无聊 那个在几十年来看 谁还记得当年的 某某一个人的知识力 我觉得那个好无聊 但是很多人知道 人数多 很多人都重视 收视力有多少 市场占有力有多少 就在报导这些 但是我上午起来 我今天上午起来 其实我昨天晚 昨天 我今天上午起来 几乎就 就这个圣经理就进到我的心中来 就是耶稣看见有许多人 他就上了山 上了山 他跟他们保持一点距离 很多人围绕着他 他就上了一个山 然后呢 门徒到他的跟前来 然后呢 耶稣就对他们说 就对他们说 我相信这个话不是只对门徒说的 也是对所有人说的 也不是只有对当时的人说 是对以后 用很多都长眼的世代 不管我们现在 或是以后的人说的 就他的第一点 是讲这句话 虚心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他们的 可见耶稣认识 什么叫做心里痛苦的人 耶稣认识 什么叫做心里贫穷的人 耶稣认识 什么叫做心里有苦恼的人 耶稣认识 什么叫做心里有迷茫的人 哇 那他没有说 我就立刻给你安慰 他没有说 我就立刻给你力量 我就立刻给你 给你一个特效药 没有耶 耶稣都没有这样讲 耶稣说天国就是你的 天国就是你的 什么是天国 我没法用我的文字 去给他表达 没法用我的思念 天国是 应该是上帝长成的地方 天国是上帝同在的地方 天国是上帝能作为的地方 天国是 可见那个天国是 真的在现在就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心里的迷思 不是缠绕在世界上 无边无间的旷野里面 有一个泉水来自于天国 我们的心里的饥饿 不是要找一个对象来满足我们 找一个对象来满足我们 叫我们心里不再饥饿 No 耶稣没有这样讲 耶稣说可能有个天上的玛拿会来供应 天上的玛拿会来供应 主耶稣看到很多人前来围绕着他 他所教导的不是因为人多 就我们团结就是力量 耶稣可没有这样讲 耶稣也没有说因为人多代表说 我的事工是何等的蒙受上帝的祝福 耶稣也没有那样讲 耶稣也没有讲说 因为人多这么多人来听我讲 这是一个成功的表征 这个是一个成功的印证 耶稣也没有那样讲 耶稣的教导是对一个人的心里的深处来说话 耶稣的信息是对于一颗愿意倾听的心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贫穷 耶稣的教导是应许将来 他过去 现在将来 他都在兼顾 我们在难过的时候 真的是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解药了 所有的药品都没有效了 所有医治 其实都是虚谎的承诺 所有医治的保证 都是夸大的广告 出于人的 就是这样而已 其实是 最严谨的 最严谨的科学 最严谨的研究 的一个成果 都是夸大的广告 感谢主 感谢主 有登山保训 感谢主 在圣经里面的马太福音 第五章 哇 一系列的讲者 虚心人 是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心里难过怎么是有福呢 心里难过不是一个悲惨的事情吗 不是值得同情的事情吗 不是值得怜悯的事情吗 不是个可悲的事情吗 不是一个绝入吗 耶稣说有福 是个有福 我说有福在哪里 那不是不要难过才是有福吗 怎么是有难过 才是有福呢 我不太能够解释 我不太能够解释 但是耶稣说天国是你的 哇 我们永远对天国很难注决 哇宇宙已经这么大了 宇宙只是天国的一部分 哇宇宙无边无际 我们就不知道天国是什么 天国是 但是我知道天国是主所作为的地方 天国是主所保守的地方 天国是主所供应的地方 是主所维护的地方 登山保训的第一句话 天国献上的第一句话 是主耶稣告诉我们 永远有一个建固 是来自于天国 永远有一个建固 是来自于他 永远有一个建固 是天国的 西心 不代表做主 西心 不代表失败 西心 西心 不代表迷惘 西心不是代表 你彻底的被打怕 西心 还有一个祝福 是天国就是你的 其实最感动我的 是主耶稣知道我们的痛苦 祂在乎我们的痛苦 祂能够阅读我们的痛苦 祂能够阅读 我们在痛苦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不会阅读 乱给建议 很多人都不会阅读 所以干脆就离你远去 很多人都不会阅读 所以 有些话 他不了解 他不了解 他可能修过了 伤心的管理学 创伤管理学的这种课 读过这几本书 其实那个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真的很感谢主耶稣 祂的第一句就讲到这个 西心人有福 祂的第一句话就是祝福 而不是咒诅 也不是惩罚 也不是批判 也不是说你为什么这样 去解释 没有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祝福 It's a blessing 我大概很难用自己的角度 来判断事情 到底是不是祝福 我很难用自己的得失来看 什么叫做成败 主耶稣 主耶稣给我们另外的一个角度 给我们另外的一个看见 并且这看见是天国就是你的 天国就是你的 我相信我们的损失 在天国的里面 也许我们有失去这个损失 但是损失是在天国里 而天国是我们的 我不太能够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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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以前读过圣经 圣经说你要在主里面 主又在你的里面 那我既然在主里面 主什么又在我的里面 我才慢慢的体会 当我在呼吸的时候 那我在空气的里面 空气也在我的里面 我如果在呼吸里面 如果空气不在我的里面 我大概被空气压力给挤压 所以海里面的鱼也是 鱼在水里面 水也在鱼的里面 天空的飞鸟也是 飞鸟在空气里面 空气也在飞鸟的里面 我也是 我在空气的里面 空气也在我的里面 所以我要在主里面 主也在我的里面 在困难的时候 主耶稣所给我们的 就是祝福 天国是你的 我想做个祷告 主耶稣在我的一生里面 我永远不知道 什么叫做天国是我的 但是你就让 我们在不知道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我们在难过的时候 有时候也真的看不见 天国在哪里 看不见上帝的权柄在哪里 看不见上帝的作为在哪里 看不见上帝的爱在哪里 看不见上帝听祷告在哪里 但是你在最出来 侍奉的时候 你就讲 天国是你的 我不一定是在我的痛苦中 才来体会这句话 因为在我还没有存在以前 这句话已经说出来了 天国是那伤心的人的 天国是那伤心的人的 并不是我需要 用一些事情来证明 天国到底是不是我的 我不需要 我也没有那个能力 我也没有那个能耐 我也没有那个聪明 我也没有那个智慧 但是主耶稣就讲的这句 开张名义的话 对于那个心里痛苦的人 你说 心里痛苦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你的 我只能再一次的 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 再一次把自己放在 天国是你的 这句应息的当中 我不知道主怎么开路 我不知道主怎么帮助 我不知道未来的 每一天要怎么过 甚至我都不知道 明年要怎么过 我也不知道明天要怎么过 主啊 你真的知道 孩子有 一些演讲的要约都在明年 我全部把它拒绝掉 因为我不需要 能够遇到明年 真的不知道以后怎么过 但你这句话却说 虚心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你的 那我们在难过的当中 还有体会到一点点 上帝的祝福 不是我自己 不是我自己 是那个失去的姊妹 失去的痛苦的里面 在天国的里面 你说天国是我的 你把整个苦难 包挂在天国的里面 而说天国是我们的 而且你在印证 是天国比苦难大 还是苦难比天国大 天国是你的国度 当然比苦难还来得大 比患难要来得大 而你说天国是我们的 主耶稣我谢谢你 那我昨天晚上在睡觉中 这个经节就在我的脑中 我今天上午起来的第一件事情 我就来看这个圣经节 重新再来思想这个圣经节 心里贫穷的人 是有福 当我的智慧用光 当我的经验用光 当我的理智用光 当我对别人的信任用光 当我对点点的那种期盼 都用光了 全部都用光了 方法也用光了 连那个信仰的敬虔 支持 坚守 都用光了 贫穷 彻底的破产 在一生里面最破产的时候 主耶稣是在古老年代 就应许我们 那天国是你的 你是把那个天国 赐给心里破产的人 你是把那个天国 赐给那个心里破产的人 贫穷的人 主耶稣我不了解你的应许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 我已经离开了爱 或者爱已经离开我 我是一无所有 就是所有了 看我也不重视 因为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失去爱 真的是彻底的贫穷 失去爱 真的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失去爱 真的是会嘲讽 过去所有的所学 完全是虚空 但主耶稣 你在这个时候 你接受 信力贫穷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我们的 也许我们一生 圣灵的年日 就是来体会这句话 你既然预先说了这句话 即使孩子依然不懂 那我就预先先给你 谢谢 所以跟你说 谢谢 谢谢主耶稣 求主听我的祷告 谢谢主耶稣 我这样祷告祈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主耶稣